山西报导 怀孕的妈妈们在投保个人保险的时候 除了要特别注意这保单上 有没有涵盖孕妇的理赔之外 符合资格的妈妈们 更可以进一步选择州政府提供的保险方案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导当中 华兴保险的保险专家 就要为您来做进一步的解说 怀孕的部分我们有分两种 一个是您还没有怀孕 计划要怀孕 那这样一位的族群要考虑到说 现有您的医疗保险 有没有cover怀孕生产 如果没有的话 在怀孕之前就赶快要选择一个 有cover怀孕生产的保险 如果本身您是公司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 大部分您不太用担心 因为公司团体健保 大部分都包含怀孕的 如果您是个人投保 个人的健康保险 那就要先审视一下 您本身的福利内容 有没有包含怀孕 因为大部分的健康保险 在个人这一块都没有包含怀孕生产 所以这我们要先确定 另外就是如果income收入qualified的话 其实可以申请州政府的AIM怀孕保险 那同样也是您必须要有收入证明 必须要能够让它能够符合AIM要求 而且一定要怀孕之后才可以申请 在怀孕七个月 超过七个月怀孕太后期了 反而没有办法qualify 看问题找答案 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 将在这个星期六晚间 为您继续播出 华星保险提供的健康保险单元报道 敬请不要忘记锁定收看 不过最近在南加州这气温 真的是明显